速限上有ABC3点 跟你说A比较小B比较大 现在给你C点如果写成分点公式的方式是这样子 问你AB比BC是几比几 那一样就是如果前面有懂的话 按个暂停自己做做看 好我们刚才说 要这个第一个要注意什么还记得吗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 确认它是不是符合分点公式 不是的话那就要调整 那至于怎么调整我们之后再讲 确认它是不是符合分点公式 这题是符合的 -3加10等7 第二点我们说要做什么 确认AB之间分成几段 也就是说今天你被咬了几天之后会变僵尸 以这个写法来说 7天 7天的话会有6个等分点 我觉得还蛮准的 7天的话会有6个等分点 也就是说每走一格 你会少7分之1的人性多 7分之1的兽性 对不对 第三个怎么样 确认区域 A这里是负的 而B这里是超过1 就是说10大于7 所以它其实在B的右侧 如果你有按部就班的判断是三件事情 其实你现在就差不多该知道答案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发现说它在这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7分之7再过几格 过三格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它B B这边还要再出来三格 那这样子AB比BC就是7比3 再强调一次我们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确认是否符合分点公式 第二个AB之间分几段 分期段就是这个分母 看分母就是要分几段 第三个确认区域 就是发现它 其实A这里是负的 B这里超过1 所以它在B的外面 OK 好 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来看一下分点公式 这个公式本身 我们刚讲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 让我们更熟悉 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更不用背它 那公式本身它还是 也是一个认识它的方式 而且如果我们对公式本身熟悉 我们在书写上可以更快速的列出这个式子 因为并不会说所有的问题都是 刚好在问你说它是写成什么分数 或者说这个点在哪里 有的时候分点公式是一个复杂计算的一部分 变成说如果你公式本身太不会写 就是就算我们刚讲你都会 可是公式本身你太不会去写它 那会导致在那个复杂计算的过程中的这个部分 你写不下东西来给自己参考 你会卡住 我相信学到高中的在国中的这个等差速列 应该都有经历经历过 有一些有点聪明的学生在刚学等差速列的时候会觉得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记那个什么 N-1什么D什么的 我知道要乘多少 我知道公比是什么 它可能在写前面的题目都很容易对 但是它没有去记怎么书写 就是AN等于A1加N-D 也是AN加N-D 类似的书写方式它不熟练 会导致它在后面的计算 复杂的计算的时候 在想的时候会想很久 因为它缺少一些流畅的计算的步骤 那我们来看说如果今天 AB直线上有一点P 而且AP比BP是8比3求P点 那我们怎么做 那一样画一条速线 我就画在这里吧 画一条速线 AB 一定要按照题目给的这个比例安上去 AP比BP 不是说要准啦 不用准啦 那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随意觉得说 这个是8这个是3还是怎么样 你稍微比较一下AP是这一段没错 BP是这一段没错 放上去之后 然后怎么样 按照我们刚刚的流程 AB之间分几份 11份 那P点是几A 一样 你如果第一个念头是11分之8A 8A加3B 梦问自己 问一下自己 11天之后变僵尸 现在已经过8天了 你的人性是剩不到一半还是超过一半 应该剩不到一半 所以A这里其实得到的是 11-8剩3 也就是说A乘到的是3 B乘到的是8 这就是我相信最多人 也就是教材们在教大家计分理工事的方式 就是说A乘这个数字 B乘这个数字 除以11 那这样讲当然没有错啊 但是我们提供不同的方式去想 所以它是3A加8B 除以11 那我们来看如果今天8就是N 我这里是M B是N 这是M 这是N 那于是它就会形成 N A加M B除以N M加N 这就是内分点共识 如果它是直线 题目写直线的时候代表说 P点不见得在AB线段内 它只是在AB纸线上 也就是说它可以在AB线段外面 那我们来画一下 如果今天它在AB线段外面的话 去想一下我们第三点是什么 确认区域 第二点是讲AB分几份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要先确认区域 要不然你不知道它分几份 那C点在哪一个地方 它如果不在里面的话 因为AB比 P点啊 P点不是 P点在哪里 因为AP比较长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 P点会在比较外面 所以AP是8的话 BP只有3而已 所以到没有离很远 P点在这里 然后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8跟3的位置 要按照它讲的AP比BP 不要自己高兴随便填一下 一定要回来看 有没有符合题目所写的这个模式 他假如给的是AB比BP 或AB比AP 你要按照他讲的写 写好了之后一样 所以AB之间现在分几份 你就会发现分5份 所以5天之后变僵尸 5天之后变僵尸 这里是全部都人啊 完全的人性 这里是完全变僵尸 还继续走了三格 每走一格少5分之1A 多5分之1B 所以P点是-3 5分之-3A加8B 可以吗 那于是我们回来看这里 我们刚刚讲这个 以这一题 它说 KA比KB是M比N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 8比3 然后这里是5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呢 我们最后是-3A加8B 所以 这是8 这是3 所以A还是乘到了 它这个KB的长 就是3 然后B点还是乘到了 A-K的长 也就是8 然后下面这里是M-N 然后上面是A点是负的 B点超过分母 那所以我刚刚讲 它题目通常会这样书写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希望有这个漂亮的公式 就是说A乘KB 然后B乘K 可是我个人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只是 背了这样的东西 你们能够用 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线性组合的方式去讨论 还是用家群平均的角度去思考都可以 就是我们多认识它 那如果刚才这样子的话 让你觉得分年公司有点意思的话 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次 再跟分年公司相遇 那我们今天可以上这里